各位与会者所表达的意见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有达到我想要的一个目标 因为高雄是一个 台湾是一个擅长制造生产产品的国家 那高雄尤其是 这个擅长制造的国家的基础 就所有的产业基础 基本上重工业基础都在高雄 那但是今天的讨论里面 各位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创新这件事 你的产品好不好 其实关键是有没有被人家需要 不是你自己做的好不好 那尤其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包括我们Martin提到的等等 就是政府在扶植新创事业的时候 如果我们扶植出来的新创团队 只会想说我要做一个我喜欢的产品 或我觉得非常领先或很炫的产品 没有在一开始考虑到 它有没有可能被市场接受 这很可能会是失败的故事 那我觉得对高雄来讲 为什么高雄市政府一听到 就是当那个新南向 小云总统提出新南向政策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马上呼应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的年轻的创业者 或是我们现在寄存的厂商 开始去设想怎么样将自己的产品 能够卖到东协 或是跟东协找到合作的伙伴 这是让高雄从一个制造业的城市 开始能够转向 是一个除了有办法生产优良的产品以外 还可以用我们这个港口来做运筹 进行更多的商业发展的一个转型的机会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 今天能够邀请各位来到这个地方 也听到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意见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座今天来出席的 我们在地的一些青年创业等等 或是清商 有机会能够再等一下 我们吃便当或吃披萨的时间 能够跟今天与会的代表 多做一点交流 那也要再次感谢我们几个 包括台商的 包括康主席 还有我们的那个侯会长 吴会长等等 尤其也感谢那个 我们亚洲西谷的Vivian 那个琼瑶特别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那我想说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我们是不是这一场的论坛就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等一下再用餐的时间 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今天再次谢谢大家的出席 谢谢